关小彤和张一山主演的新剧《暗恋文学》备受关注 剧中讲述了两位高中生 因同一份暗恋文学而结缘 在青春时期经历成长和爱情故事 但这部剧是否能脱颖而出 成为观众喜欢的佳作 还需多方面考虑 首先 剧情要体现新颖和个性 现在市场上青春剧已经多不胜数 除了经典的治愈和励志题材外 也需要加入新鲜的元素和处理 在暗恋文学中 将文学元素融入剧情设定中 为观众带来别样感受和体验 但是 在剧情发展中 需要注意发展 配色的掌握 不能出现过于拖沓或剧情 突兀的现象 其次 主演的选择和角色塑造至关重要 关小彤和张一山 虽然在以往的作品中表现不俗 但是否真正理解和诠释 角色内心的情感变化 将直接影响着观众对剧集的认可度 因此 演员需要对角色 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深层次的掌握 才能将人物形象更加深入 立体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最后 要注意观众需求和市场变化 随着观众对影视作品的越来越高的认知度 他们的审美和品位也在不断变化 因此 在剧制过程中 也要多方面 考虑观众的需求和市场变化 为观众呈现更优秀的作品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 暗恋文学才能成为一部真正的佳作 吸引更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总的来说 对于新剧暗恋文学 我们应该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评价它的优劣 对于制作方来说 注重创新和个性 注意角色塑造和剧情发展 才能让这部剧成为一部优秀的青春佳作